港鐵公司一直以來都有透過車站的藝術品 將藝術注入生活 令每一次港鐵旅程更有藝術色彩和趣味 這方面南港島線都不例外 南港島線除了透過車站設計 融入附近環境 也在每個站裏展示具有地區特色的藝術品 當中不少的作品靈感 是來自南區的景色和社區生活 這些藝術品是怎樣來的呢 為了讓公眾參與車站藝術設計和凝聚社區 港鐵公司透過公眾藝術計劃 邀請了專業藝術家和藝術團體 帶領區內青少年一起創作藝術 他們的作品還會永久展示在車站 其中在黃竹坑、利東及海宜半島站的藝術作品 是港鐵和香港青年藝術協會合辦的藝術工作坊 是社區集體創作的藝術成果 不知道這班小小藝術家 想透過作品表達些甚麼呢 我們香港青年藝術協會是致力推崗社區藝術的 這次的活動我們特意找到本區的一些中小學生去參加 然後我們就將作品放在港鐵裏面 同學他們就很雀躍的 因為他們可以自己有機會在裏面有少許創作 同學也會一起去做出來的 其實最想就是可以令到每一天 那些人在海宜半島的時候 他們搭到車站的時候 都感受到我們這個海宜半島站 是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在這裏 這裏見見藝術品都這麼有心思 這麼有文化 又這麼有本土情懷 通車後大家真的要搭多幾轉 慢慢欣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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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謝謝